这个女孩子啊能够嫁入到豪门 这是让很多女孩羡慕的事 而小伙子如果娶一个富家女 哎呀那就更让人羡慕了 人才两得呀 可以减少好多年的奋斗啊 那我们今天故事的主角呢 就是这么一位让很多人都羡慕的富家女婿 这小伙子呢是青岛人 但如今呢他却因为制毒贩毒成为了阶下囚了 你说这生活无忧的他啊 怎么能走上这么一条违法犯罪的道路呢 在山东寂寞的看守所里 我们的记者见到了这个年轻人 这个所谓的富家女婿名叫王军 今年29岁山东青岛寂寞人 采访刚开始的时候 王军就很不好意思的用双手捂住了自己的脸 随后他向记者提出了一个要求 反正我签了家庭的问题 你不用问我会不会回答 很显然 王军是在有意回避 他豪门女婿这个话题 于是记者从他涉毒犯罪话题说起 你怎么在乎上不写 就没事在往上聊天 做东西 果然就得到半张配方 一直好奇 所以我们先看 后来慢慢搞资料 搜索以后是知道他有冰毒 犯罪嫌疑人王军说 这个配方是他去年得到 当时在耗敌心的驱使下 他也没有考虑后果 就开始了研究制造冰毒的方法 在动物研究之前 就要有些人 知道 就是一种侥幸的系统 在加上也讨论过 在别的地方也讨论过这种技术 然后也看人家的工厂 人家也做了很紧 人家也是侥幸的心理 王军在吉木树里头 作为研究制造冰毒的产业 每天就像正常人一样 来这里上下班了 几个月之后 他的研究没有取得任何的成绩 而多年的积蓄却花了四个小几 这个营物要投钱了 但是投了 很多的 这东西就是没有回头路了 王军说 当时的他就像一个疯狂的土 把所有精力用在了研究这道冰毒上 当时的王军可以说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 可是他还不肯放弃 那就在这时候一个人出现了 这人叫孙杰 和王军是初中同学 上学的时候俩人关系很好 后来好些年没再联系了 2010年孙杰结婚的时候 王军参加了他的婚礼 老同学这多少年之后的见面 把他们的关系又拉近了 这时候的王军研究制造冰毒的技术 已经有这么一段时间了 但是一直没什么起色 有一天他心情很郁闷 就把孙杰叫出来陪他一块喝酒 孙杰的加入从一定意义上说 让王军的研究可以继续下去 后来两个人在网上注册了一个名叫 震东科技的FQ号 每天孙杰到网吧 通过网络聊天的方式进行买卖制造冰毒用的原料和工具 同时研究和探讨制造冰毒的技术 但是两个人的研究进行的并不顺利 而沉浸在研究制造冰毒的两个年轻人更没有想到 此时的他们已经成为警方跟踪和监控的目标 王军和孙杰的这些不法行为都是秘密进行的 那么他们怎么会引起警方的注意呢 孙杰的出现使得王军可以继续研究他的制毒的技术 而也正是因为这个孙杰让警方发现了这两个人的异常情况 怎么回事呢 有一天这个民警在走访过程中 有人向他们反映了一个情况 这立即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反映这个情况的是一家网吧的老板 这位老板说 最近在他的店里总是出现一个行迹有点怪异的男子 这两天有一个人二十来十来十来 有些他来了把人家坐着 只敢冲击着 冲击着我就过去我看看 一看走到他身边 他就很紧张的红彤彤彤 这几天这个人老的老的 别人都在这玩游戏什么 我也不知道他这玩什么 我过去看看他 他就经常就把画面给还了 所以这个人我觉得他跟别人不大一样 王八老板说 这个人每次来上网都是在网上聊天 而且每次都不会聊太久 让他感到可疑的是 这个年轻人每次来都是一副很紧张的样子 这个情况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经验告诉他们 这个人极可能是在网上从事犯罪活动 随后民警调取了这个男子的聊天记录 在聊天记录当中的几句话 证实了警方的猜测 聊天记录里面显示啊 除了买卖这个冰 还有这些肉之外 还有一些类似于蒸瘤啊 结晶啊 一些化学方面的一些转眼名词 依然我们的经验来看呢 正常的一般人 或者说是搞技术的人员 不会从事跟这个直接买卖有关系的 而且这个冰 作为我们这些专门这个侦办毒品案件的民警来讲 是非常敏感 警方认定 这名男子涉嫌通过网络买卖毒品 同时调查出这个网名叫 震东科技男子的真实身份 他叫孙杰 28岁 倾倒寂寞人大转学 曾经在一家大型家电商场担任销售员 后来升职为主管 2010年辞职 之后一直都处于无业状态 我趁在足房 逐渐掌握了他的活动规律 通过对孙杰的跟踪监控 警方发现在每天上班的时候 孙杰在从家里出来后 都会来到一个居民楼里 警方断定 这个地点应该是犯罪闲人的一个窝点 后来警方在居民楼的对面 设置了24小时监控 同时顺藤摸瓜 发现了王军也参与其中 发现孙杰和王军 平常生活很有规律 每天早上上班的时间 跟家人说我去上班了 然后相约好 来到他们租房子的地点 而这个房子封闭式的 到处窗户上都挂着窗帘 他们一进去就是一天 而此时的王军 每天都沉浸在研究兵部中 对于警方的行动浑然不止 到那时候已经杀不住杀不住了 那个时候的王军 显然已经陷入到极度的 癫狂状态中了 在他研究就快成功的时候 俩人多年来 辛辛苦苦攒的一些积蓄 也都投入到这里边 花光了 任何办法都想到了 就是弄不来钱 没办法 这种研究只能停止了 但此时的王军和孙杰呢 不甘心放弃啊 后来他们找到了一个合伙人 在网上聊天时 这个叫自由飞翔的网友说 他有制造冰毒的原料 而这正是孙杰想要的 于是他和对方约定好了 见面时间和地理 警方在见面地点的四周 进行了秘密布控 晚上七点 在约定地点 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出现了 在和王军交谈过程中 这名男子将手上的袋子 交给了王军 几分钟之后 两人分别朝着不同的方向离开 警方判断 这名男子 应该就是名叫自由飞翔的网友 而他给王军的袋子里 装的肯定是制造冰毒的原料 后来警方通过调查了解到 自由的飞翔 真名叫孙鹏 二十五岁 青岛人 家境赋予 有犯罪前客 孙鹏初中的时候 因为结交了社会上的闲散人员 而染上了毒品 后来发展成为毒贩 当他捧头的时候 孙鹏进入我们的视线 而且经过这个身份落实 孙鹏有这个社图前客 因此我们怀疑孙鹏 也有这个重大的嫌疑 到后来从快成路 经济毒的时候 我找二十四岁 他要冰毒退我一会儿 他有给我主要原谅 对我一次身影 他给我原谅我身影 这几经周折 最后在孙鹏的推动之下 三个人终于制造出了冰毒了 王军和孙鹏一方面沉浸在 哎呀 这个喜悦当中 另一方面呢 就开始将自己制成的冰毒 卖给孙鹏了 同时呢 准备购买原材料 大批量的生产兵毒 根据对孙鹏的跟踪调查 警方选 孙鹏和多个制毒窝点 都有着买卖关系 毒品主要卖完了青岛 宾州 林仪和平度等 同时警方发现 王军孙鹏将制成的冰毒 一部分卖给孙鹏 而另一部分自行销售 此外 两个人还在网上 出售制毒技术 警方根据这些线索 经过大量调查呢 逐渐就摸清了 以孙鹏王军孙鹏为首的 制贩毒的团伙 这个团伙涉及到了 青岛宾州林仪等七个地方 已经呢 形成了一个特大的 制毒贩毒网络了 为此青岛市公安局 禁毒支队 联合集默市公安等 相关单位成立了双案组 对这个毒网呢 进行调查监控 等待时机呢 将他们一网打尽 这经过将近半年的侦察监控 警方已经掌握了制贩毒团伙的动向和证据 抓捕的时机已经成组 6月11号 这个我们获得和的线索 在12号的这个上午 这个孙鹏和孙杰及王军约约好 进行交易 得知这一消息 专案组立即组织精干力量 抽掉了100多名民警 分成7个抓捕小组 连夜赶赴青岛 吉墨 平渡 银州等地 进行抓捕 201年6月12号的上午时 犯罪嫌人王军 从制毒的窝点刚一走出来 便一民警便跟着他 与此同时 监控孙鹏的民典也发现 孙鹏驾着车 开往了寂寞毒品交易点 在跟踪孙鹏 警方获知 他很可能携带有枪支 为了保障民警的安全 除了给抓捕民警 配备防弹机枪支之外 为了怕孙鹏不严抗 我们还准备着消防火 除此之外 为了保障绝对安全 专注决定 在嫌疑人交易完成之后 分两路进行抓捕 10月12号中午 孙鹏和王军 来到了约定的交易地 两人约好是在 寂寞这个月 游链局宿舍 附近的一个商业街 两人进行交易 孙鹏是拿着制毒原料 王军长是拿着 上一批制装成品 两人进行交易 在警方的监控下 王军和孙鹏完成了交易 等待孙鹏驾车离开之后 警方立即对王军进行抓捕 随后警方在高速路口的收费处 被犯内嫌疑人孙鹏也实时了抓捕 被抓捕的孙鹏态度非常强硬 始终不承认自己的犯罪行为 在这个王军孙鹏和孙鹏和孙鹏相继落网的同时 在青岛 牢山 宾州 林夷 平渡等地的抓捕行动 也是全面展开 这次行动呢 警方共抓获了事案人员41人 缴获冰毒420多克 打掉了5处制毒工厂 查扣了一些制毒的设备 还有若干制造冰毒用的化学试剂 将这个危害社会的毒网是彻底给摧毁了 这在采访中啊 王军不愿意提及他的家人 对于当初走上制毒贩毒这条道啊 他只是说是出于好奇心 但是之前我们记者却了解到 其实他走上这个制贩毒品的犯罪道路啊 直接的原因跟他这个富家女婿的身份有关 那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前面说今年的6月12号 青岛市公安局禁毒支队 联合吉莫公安局等相关单位啊 经过近半年的侦查 终于将这个以王军孙杰孙鹏为首的 特大制毒贩毒团伙事一举摧毁 案件之末之后呢 我们的记者采访了犯罪嫌人王军 在采访中 王军有些抵触情绪 但是他的表现却很平静 有时候还会笑 审访的时候我也笑 笑也是审讯 不笑也是审讯 笑跟苦之一两两 不是不说明什么问题 采访中 王军不愿提及自己的家人 但在思索一会儿之后 他还是说出了自己走上犯罪道路的原因 行 说不来说不走 别人不能跟人比 一开始我感觉我已经很不错了 但是真正跟人家比起来 是很长的 王军口中的别人 指的就是他的老婆的娘家人 王军说 他原本也是个有理想 有上映性的年轻人 中专毕业之后 他在一家工厂里工作 后来去日本工作了三年 09年回到国内 回国后没多久 通过亲戚的介绍 认识了富家女小琴 是有人介绍啊 他对我印象也不错 后来交往了七八个月 就结婚了 王军说 当时回国后的他 虽然有一笔不大的疼怒 但也算是小有成就 后来又娶了一个富家女 很多亲戚朋友都很羡慕 而这也让他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 但是很快 这种虚荣心就荡然不足 老婆家啊 就是 他的舅舅 跟他的就各个 都听说本事 就是 属于事业之一 那样 发展事业都发展得很不错 当时在一个九星 说聊天的时候 你感觉跟人家差距很大 王军说 老婆娘家人都是事业有成的 在他们面前 自己那点小成绩 根本就不算什么 从第一次开始接触他们 他就有了一种失落感 第一次是他去了 两个 两个嫂子 三个姐姐 两个姐夫 一个舅舅 一个舅妈 还有他父 说不出来了 陈一世家里 这当时妻子小庆的家人呢 把这场家庭聚会 安排在了一家高档酒店里 场面很奢华 而这场豪门盛宴的豪华程度啊 也让王军见识到了 妻子娘家这儿的实力了 当时他的心里呢 立即就产生了自卑感了 觉得自己哪方面都不如人家 莫名地产生了一种巨大的压力 后来因为这种家庭 是聚会越来越多 每次 都有说不出来的 他们是很热情 但是有些问题 确实是压力很大 这种很微博的感觉 你没法用语言表达 在和妻子家人接触的过程中 王军意识到了自己的差距 而这种差距 给他的心理造成了极大压力 其实王军妻子一家人 对待王军都不错 也从来没有表现出对他的情绪 但是王军却总觉得 处处比不上对方 最后他心里的这种 莫名其妙的压力 让他整个人的心态 也发生了扭曲 他们这个压力是无形容的 他们也没有意识到 在他们看来 这是很平常的事情 但在我们看来 就是一种压力 他们对我都很热情 对我都很好 这是不可否认的事情 都很好 但是越好 我感觉就是压力越大 虽然王军妻子的家人 在事业上都很成功 但是王军的岳父岳母 那是非常忠厚老实的人 晚年他们平常的生活 过得是很简朴 因为在他们看来 平平淡淡的生活 那才是一种幸福 对跟有多少钱没关系 而且他们对这个女婿 也不错 经常资助小两口的家庭一些钱 这本来是出于好意 可没想到 这反而让王军觉得 自己更不自在了 王军和妻子每个月 有五千多块钱的收入 这在寂寞当地 那也是不错的收入了 当时王军从事的职业 也比较体面 是一家设备制造企业的 高级技术员 在企业里 他还是别人的师傅 学徒对这个师傅 也很尊敬 如果王军 就这么继续干下去的话 那么他一定有着很大的发展空间 他完全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奋斗 使原本安逸的生活变得更美好 但是王军却没有看到自己 通过双手能够获得成绩 改变生活的这条希望 而是钻起了牛角尖 有压力肯定有个特别感 这是肯定的 所以我想要努力这么去 让他们可以抬一头来 最后王军越来越觉得自己在妻子家人面前 没有任何的面子和地位 抬不起头来 他就急切的想要挣钱 要挣大钱 来和妻子的家人保持一种平衡 地位上的平衡 可是在短时间内挣到大钱 怎么挣 王军没什么特别的本事 他找不到任何的路子 最后想来想去 他发现制贩毒品 这条路发财的速度比较快 当一条路被毒了 正常路被毒死的时候 德学 现在没写到 因为现在 如果你有成就一般事业 你必须有熊子 要么有资金 要么有人脉 我什么都没有 在这份扭曲偏激心态的推动下 王军最终走上了 制毒贩毒的不微 如今面对高墙铁窗的王军 经常回想过去的一切 在采访即将结束的时候 他对我们说了这样一番话 在这里面 我每次马上都是想着问题 到底幸福是什么 以前我对这个幸福 可能有点有缺 我为的幸福 不一定非要用精巧来和明 从王军的这些话里 我们可以感受到 现在他对幸福的含义 是有了重新的理解认识了 而这是在他亲手 毁掉自己幸福之后 得来的反思 代价太沉重了 在这几案件中 同样毁掉自己幸福的 还有犯罪贤人孙杰 在山东吉诺看守所 孙杰说起当初走上这条路的原因 是因为两句话 一句话说 你不给你孩子整理做金山 就是那句话 当然有点动摇了 但是真正让我动摇的 就是什么呢 就是当时我姐的那句话 这个叫我男妈胜不好 就是那句话 孙杰说 从小她的家庭条件就不是很好 为了养育她和姐姐 父母付出了很多见解 94年的时候 我父亲做生意 那时候带我们整个村来说 我父亲都用到来说 我是属于属于的 99年的时候 我父亲得病 然后就是把家底都划光了 父亲生命之后 母亲撑起了这个家 为了这个家 母亲最终把身体累麻了 这让作为儿子的孙杰 心中很是愧疚 2005年 刚刚毕业的她 来到一家全国连锁的家电企业工作 当时孙杰的工作成绩呢 也很突出 她的父母呢 都以这个儿子交往 生活状况呢 也有所改善了 但是08年呢 她的父亲得了抑郁症 为了给父亲治病啊 家里的经济状况 就变得越来越困难了 我爸一直身体不好 然后我爸就就让我们结婚 就让我爸高兴一下 后来在亲戚的介绍下 孙杰认识了小敏 很快两个人就决定结婚 然而结婚 所需要的费用 却成了孙杰一家的难题 后来她从亲戚朋友那儿 借了些钱 终于结了婚 结婚的时候 她遇到了多年没见的王军 那时候很快熟 然后结完婚之后 我就给她打电话 给她去吃个饭 那时候她是真正的 应该说 朋友关系确定的非常好了 孙杰说 当时她和王军的关系很好 王军就把自己正在研究 制造冰毒的事情告诉她 希望她能够加入 但是被她拒绝了 然而没过多久 她又开始动摇了 孙杰结婚后的四个月 妻子小敏怀孕了 当时她很高兴 于是就发短信 告诉了自己的好朋友 其中就有王军 孙杰说 当时的她仅仅是动摇 但是后来发生的一件事 则让她决定和王军一起干 孙杰当时结婚的钱是借来 母亲为了帮她还债 没日没夜的做真知活赚钱 身体情况越来越差 看到我妈在机器上的时候 心里特别难受 然后我就是老吃药 当时其实心里知道 她胜不好 但是不敢说 就心里难受 然后就在这种情况下 当时我姐回来之后 我姐知道 我姐就跟她说 说你知不知道 她妈胜不好 胜不好 都是您为比 当时我记得清清楚楚 那天晚上 自己在厕头里哭了 孙杰说 姐姐无意中的这句话 深深地烙在了她的心上 让她非常四则 后来孙杰和王军一样 走上了制毒贩毒的道 从孙杰精神垮掉的那一刻起 她也亲手毁掉了自己的家庭 毁了她的幸福 其实孙杰在家 在这个家电公司工作的时候 表现是非常好的 后来公司 把她调到青岛去工作 这个公司也有了大幅度的提高 每个月差不多能拿到上半块钱 可惜的是 孙杰只干了一个月就辞职了 然后就和王军一块走上这条不归路了 采访中 这个孙杰和王军说过 被抓的那天 是他们最后一次交易 他们原本打算干完这一次 再也都不干了 但是他们却不知道 早在半年前 他们的一切违法行为 就已经在警方的监控之中了 哎 迟早都是跑不了的 这说起来 王军孙杰这几个年轻人都挺聪明 哎 也很能干的 本来是有着美好前途的 完全可以通过合法途径 来为自己创造幸福 但就因为被错误的认识 蒙蔽了双眼 哎 迷住了心窍 还有那些虚荣心作怪 价值观的扭曲 最终的毁了自己和家庭 真的让人觉得很可惜呀 也希望更多的年轻人 能从他们身上吸取教训